哈嘍 大家好 又到了患后休闲的时间了 那我们昨天有对这个3D立体鱼缸的一个构造 有做了一下改善 那已经把它放在这个花园里面了 那这个到底喂食的效果好不好还不知道 那今天已经在花园摆了一天了 那我现在准备要用这个饵料来引诱一下鱼 看它会不会进到我们新设计的鱼缸 看它进去的速度有没有比较好一点 没错 我刚吃饱 刚刚吃饱 那因为吃饱饭的时候呢 这个阿妹妹她就是要去这个做护健 是脚底筋膜眼的护健 那所以呢 今天的直播就是只有我一个人 那我们现在把镜头转到前面 我们来看一下我新设计的这个改良的3D鱼缸效果怎么样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鱼缸目前没有饵料 可是鱼就跑进去了 可见这个鱼缸在里面摆酒了 鱼可能也比较习惯我们这个场所的 那最主要就是 耳料给我一下 最主要我是要来看看这个耳料 阿妹妹料庄祝你早日康复 谢谢 等下要去做护健 对 因为阿妹妹说要去护健还没去 鱼有追上来的吗 看这样有没有比较容易进到这个钢子里面 看来好像有的样子 当然这个耳料的吸引力也是有差别 那目前这个这个是一般平常性的这种浮水性的小颗耳料 我再来丢几颗小大颗的这种 那个无锅鱼在吃的 好像我的鱼比较喜欢吃无锅鱼的耳料 不过我买的无锅鱼耳料蛮大颗的 因为无锅鱼的嘴巴很大 所以我这个无锅鱼的耳料 尺寸有比较大一点 不过无所谓 我们也是把它放进去 这样 我是有发觉在目前这种情况 我在放耳料部分 这个动作是蛮容易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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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吧 我现在还得到 这种动作是蛮十年 有一个 很多大谷 比担 彼得 一种 跟 这种 因為我想說,反正大家吃飽飯了,來看看雨應該也不錯啦 不然每次都聽我跟阿妹妹在那邊唠叨 椅子倒是不用啦,因為我在這邊也不會待很久 對 好像孔雀魚比較膽怯 各位可以看到目前這個魚大部分都是這些珠瘟井在上面 不曉得孔雀哪一天才會上去 有一隻孔雀魚游過來了,在水底 反正我是這樣子啦,我不打算在別地方餵嘛 那把孔雀魚餓一頓,讓它飛得進去不行 那各位如果有持續在看我們的片子的人 應該會看得出來 今天 魚進去的這個數量 密度 這個比之前多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魚在那邊搶食 看起來還是蠻壯觀的有沒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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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鋼子外面有點髒 應該要稍微擦一下 我來把這個鋼子稍微擦乾淨一點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影片是要放送到這個全世界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稍微講究一下這個美觀 那各位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這兩天的新聞 今天的新聞不要說兩天 今天的新聞就是我們這個日本 有個大地震 那也順便跟各位提一下就是 在前兩天我的女兒剛好到北海道 經歷了比921還強烈的衝擊 就是好巧不巧到日本的第二天就大地震了 一早上大概7點多我還沒起床就打給我了 事實上半夜就已經地震很嚴重了 那他可能到早上7點才打給我 那據說日本那邊現在連手機都不通 早上聯絡的時候這個網路斷斷續續 那跟我講可能到晚上網路會全斷 到時候我們就會失去聯絡了 那還有看電視也是很多場所都是停電的 那我看他們有跟我說去超商大牌長龍 還有買水每個人要獻一罐 然後有些人家裡已經停電了 那就到我女兒家去暫時窩一下 那肯定是嚇壞了 因為他住的是五樓 五樓已經有點高了 所以早上一到公司去上班的時候 公司就要他們趕快回家 全公司下班 今天就不上班 然後他們就在公司 大家同事就做一些急難救助包 帶在身上 大概日本人對急難救助包很有經驗 該裝些什麼 該打包些什麼 大概都心裡都比較有經驗 台灣是比較沒有 那日本我看賣很多這個急難救助包的 防地震用的 所以他也趕快做一個 帶在身上 好 你好 靖榮你好 好 對啊 那聽說 雜坊那邊的地 的災情很嚴重 土壤異化 黃蜂倒塌 那剛好昨天下午 我女兒才從雜坊要回北海道 其實雜坊 因為雜坊比較大的都市嘛 去雜坊這個 這個辦手機 然後要回來 然後還好已經回到北海道那邊了 不然 路都 據說路都斷了 有可能就回不來 那 那 日本北海道的一些機場也都關閉了嘛 台灣的旅行團 還好有的還沒出去 不然出去的話就回不來了 那至於談到地震 像我在這個社區 這台北市的這個社區 那 那在這邊也住了 將近二三十年的 那 每次台北有地震啊 大大小小兩級三級一級啊 只要有地震 我們全家大小就 帶著簡單的行李 刀包來 不算行李 但簡單的小包包 就往外衝 那 小朋友也有這個習慣了啦 一地震就從船上跳下來往外跑 當然 我們這整條街 只有我們這一家是瘋子而已 因為每次跑出來都只有我們家 那 因為你實在是不知道哪時候會來個真的嘛 所以說還是有備無患啦 所以我們是永遠保持這個警戒的一個狀態 就是說把每一次的地震都要當成是真的 要不然 要不然 這個 到時候狼來了就麻煩啦 那 現在 我是在花眼啦 所以 在這邊的話 有蚊子 蚊子在咬我 所以 我準備到裡面去了 或是 要不然 我還是在那邊 那邊 那邊 翼子 safa 那邊 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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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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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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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光是看一個角度 你就比較不容易了解 因為觀賞的人不在現場 他就是看同一個角度 就比較不會覺得 這是立體的東西就對了 這是花 這是點花 點花已經開始那個了 所以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一個立體狀的圓柱 這樣比較有一個心理 比較有一個底 你是說跟大家講說 這底下的水管 這個這個這個 因為你從這邊看 你以為是一個平面 事實上它是一個圓柱狀的 它雨可以飛到半空中的這樣子 好 那我們的 患後這個休閒直播就到這邊 對 差不多了 對對對 往那去復健 看這個雨太好看了 還在那邊 賴在那邊不走 現在一定要趕快去 要不然人家就要關門了 對 要打烊了 對 好 那我們的直播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觀賞 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囉 謝謝 記得觀賞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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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